今天要给大家评测的这款乐高可能会成为本年度最好玩的乐高科技组套装 那同时它也是目前在售的搭载了Ctrl Plus系统的最便宜的套装 至于说它的好玩有趣呢 那有些玩家可能已经看过了 它可以两面翻转 一面是履带式赛车 翻过来另一面呢则是一辆探测车 但也许正是因为它的好玩和有趣 很多玩家可能会忽略它里面的好几个有意思的 甚至说很经典的机械结构设计 那今天我们就会给大家全面的评测和解读这款履带车的一些经典而创新的设计 同时在视频的最后 我们还会给大家再对比一下同期发布的另一款类似零件数的42139 好了那我们开始评测 那打开第一分包就可以看到这两个全新的齿轮零件了 分别是编号为69778的12尺齿轮和69779的20尺齿轮 那这两枚齿轮的大小尺寸分别和此前老款12尺20尺齿轮是一样的 区别在于这两枚新齿轮采用正齿轮设计 而老款则是属于双面追齿轮 在应用方面相对于追齿轮 新齿轮的缺点在于它只能用于传递平行轴的运动 但优点在于它可以驱动乐高小链条零件 同时齿轮之间的镍合更加稳定 稍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枚新齿轮在这款套装中的实际应用情况 那这里呢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个全新的3x19框架零件 另外在同期发布的42141麦凯伦F1赛车中使用了两个 那这里就可以看到这辆赛车的行驶联动结构了 动力从两个L电机出来以后 分别通过两边的20比12的齿轮组 然后直接驱动两侧的离带轮 非常简单的一个设计 那这里其实看不出来这两个新齿轮在这套系统中的必要性 也就是说换成老款的齿轮其实也是一样可以的 那这里就可以看到整个底盘的主体框架了 可以看到两边的履带轮都已经装好了 那这两边的几个位置稍后会安装负重轮 另外还可以看到乐高使用了一些夹线器零件 恰到好处的把这些多余的电机线整齐的固定在了框架上 然后这里又可以看到一个新零件了 编号为80286 这个零件的侧面弧线和此前五单位宽的科金面板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它们可以用来组合搭建 此外它应该还可以起到用于类似弯孔币的一些搭建用途 那另外这个新零件在同期发布的42141上也有出现过 这里我们就不再讲了 这里就可以看到它的弹力翻转结构了 首先相对于整个底盘框架 车身模块和底盘框架之间采用三点连接 其中橙黄色这个位置是其中一个连接点 同时也是车身模块的旋转中心点 那另外两个连接点采用两根避震弹簧和底盘框架连接 当车身模块超过中心线后 弹簧避震则会将整个车体模块完全推向另一边 但这还不是最精彩的设计 我们继续 那这里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可变尾翼设计 当蓝色这一侧的车身下降的时候 也就是当车体翻面到另一面的时候 那这个尾翼呢也会自动收起 这样也就保证了在探测车模式下的底盘的平整 那具体的呢设计师是在这里设计了一个杠杆结构 其中左边红色球头的这一端被皮筋拉住 这个位置的米黄色光滑销是杠杆结构的支点 最终实现当整个车体上升或者下降的时候 会带动尾翼进行同步的运动 不过这里也还不是这辆车最有意思的地方 我们继续 那第三分包完成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只差履带部分了 同时我们在这两组负重轮这里可以看到 这辆履带车采用了平衡式悬架系统 当一侧的负重轮遇上障碍物向上抬起的时候 另一侧负重轮则会向下运动 保持整个履带系统紧贴地面 那最有意思的设计来啦 也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设计细节 乐高在这组负重轮这里设计了一个弹性减震系统 然而并没有使用常见的弹簧避震器 或者使用十字轴作为扭力杆的模式 大致的乐高是在这里建立了一个不稳定的五边形结构 那我们这里做了一个基于乐高设计原理的简化版 可以看到当平衡式悬挂的主轴向上运动的时候 灰色的支撑杆则会通过红色的拉杆 拉动整个系统上的黄色零件 那这些黄色零件则会相应的发生轻微的变形 同时通过它们的自身弹性硬力实现最终的减震结果 虽然对于具体的这辆变形车来说 由于车体较轻 所以这套设计并没有太实际的减震应用效果 不过仔细分析这个悬挂系统的设计 还是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 好了我们继续 那最终经过大概三四个小时的拼搭 这辆变形车就完成啦 那我们先装入6枚5号电池 然后打开Ctrl Plus APP 经过简单的校准之后 就可以开始进行操控啦 那通过分别控制左右两侧履带的工作状态 我们可以让这辆变形车实现直行 差速转向 制动转向 以及原地转向等不同的行驶状态 可以看到在最高速度的情况下 这辆变形车的行驶速度还是蛮快的 原地转向也非常的灵活 那我们再来试一下翻转 经过测试呢 这辆车子在这个方面的表现也是非常稳定的 综合感觉下来呢 我们觉得乐高对这辆变形车的设计初衷 应该就是让它能够成为一款 大家可以经常拿到户外去玩的一辆车子 那再来看一下外观部分 可以看到正面是一个比较有流线感的赛车造型 对面看起来呢像是一辆卡车 不过官方给的名称是探测车 两面呢都通过大量的贴纸 对一些细节部分进行了丰富 同时包括像车头灯 车顶灯 还有两面驾驶室内的方向盘和仪表盘 通过这些细节呢能够看得出来 乐高在这辆车的外观方面还是稍微下了一点功夫的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 乐高在正面的这个位置还设计了一个对Ctrl Plus主控进行开关的按键结构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对比一下 乐高同期发布的类似零件数的42139全地形车 首先可以看到在整个成品体积方面 42140要比42139大着很多 这也是因为主控和两个电机占了不少的体积 除了零件数相似以外 它们的年龄定位也是差不多的 同时目前网购到手价格 它们的价格差大概在300元左右 如果纠结于在它们两者之间选择哪一款的话 那这里可以说一下我们的看法 首先这两款车子并不是相同定位的产品 42139的优势是丰富的联动功能 突出功能的丰富 但在具体的每一项联动功能设计方面并不算精彩 而42140的优势是出色的操控把玩体验 突出日常下地玩耍 虽然联动功能不多 但是要说设计的精彩程度 那要远超于42139 所以如果大家是想买一款 可以当成遥控车玩具一样 经常是下地把玩的乐高套装 那么肯定是42140了 那如果拼好后都是战师的话 那么就可以看一下自己是更喜欢哪款外观 以及喜欢哪款机械结构设计 然后再做出选择 好了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42140的包装 彩合的两面分别是这辆变形车的两种模式的渲染图 并且搭配了各自工作环境的场景图背景 打开包装772片零件被分成了5个零件分包 另外还有一个Ctrl Plus主控以及两个L电机 说明书还是比较薄的 一共是197部 那另外呢还有一张小贴纸 最后呢再设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 这辆变形车的履带相关零件就有192片 那缺掉履带的话 其实这辆车的常规零件一共只有500多片 好了那本期评测到这里就结束啦 如果大家还想看我们评测哪一款积木的话 可以通过留言或者弹幕告诉我们哟 拜拜 拜拜 拜拜